大家好,大家早晨 Online的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我們來到文素記的23章 其實我們可以把文素記 昨天的22章最後一節拼起來 23章,故事就會比較完整 所以昨天最後一節就說 到了早晨,巴勒領巴勒到巴勒高處 巴勒從哪裏觀看以色列營的邊界 這就是今天這一章的開頭 巴勒先知真的很心急,對吧 自己早上起床就預備好爐等等 趨速著巴勒的屎臣就到了 好了,現在這個場景一拉開的時候 就是開工了 一開工的時候,又是早晨 一開始的時候,我想巴勒也很心急 巴勒終於等到巴勒先知來了 所以一早起床就拉著巴勒到巴勒的高處 在那裡觀看以色列營的邊界 就是遙遠看著以色列 他選了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幾個條件 一,在高山上面 二,那裡有巴勒的祭壇 三,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陣營 所以我想巴勒的心中就覺得 在這個祭高點上 來奏座以色列就行了 這個奏座的話語 真的要像導彈一樣 飛到以色列當中 這是巴勒心中所想的 所以清晨的時候 他就帶著巴勒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展開了23章今天的故事 我們將23章可以分成一個段落 第一節到12節是一段 然後13節到最後 就是這一章的聖經 看到兩次的就座變成祝福 其實如果我們看完24章的時候 你會發現巴勒總共對以色列 發出了四重的祝福 本來應該是奏座的 而且巴勒心中所想的 就是叫巴勒去奏座以色列 我想他也沒有想過要發出四次的奏座 他只是覺得奏座就可以了 但是神很奇妙 你打算奏座以色列 神就將這個奏座變成四重的祝福 所以神一出手就是這樣 他不僅將奏座變成祝福這麼簡單 反而這個祝福還要成大四倍 如果用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這樣就真是發財了,對吧 如果有人害你 他不僅是害你不成 其實害你不成 我已經很開心了 他所害你還要成大四倍 變成祝福 如果有人騙你錢 騙你100元 或者他想騙你100元 神就讓這100元成大四倍 變成祝福 下你的袋子 你說這個是何等感恩的事情呢 我們就來看神如何把這些奏座變成祝福 甚至變成一重又一重的祝福 先看第一個大段落 第一節到第十二節 他說 巴蘭對巴勒說 你再者裡給我祝七座壇 為我預備七隻公牛七隻公羊 巴勒照巴蘭的話行了 巴勒和巴蘭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巴蘭對巴勒說 你站在你的繁製旁邊 我且往前去 或者搖華來迎見我 他指示我什麼我必告訴你 於是巴蘭上一靜光的高處 神迎見巴蘭說 我預備了七座壇在每座壇上獻了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而我將話傳給巴蘭又說 你回到巴勒那裡要如此如此說 他就回到巴勒那裡見他和摩亞的時辰都站在繁製旁邊 巴蘭便提起詩歌說 巴勒引我出阿蘭 摩亞王引我出東山說 來呀為我奏作雅各 來呀路邁以色列 神會有奏作的我焉能奏作 也會說沒有露罵的我焉能露罵 我從高峰看他 從小山望他 這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中 誰能數點雅各的塵土 誰能計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願如異人之死而死 我願如異人之忠而忠 巴勒對巴蘭說 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 我領你來奏載我的仇敵 不了你竟為他們祝福 他回答說 要傳給我的話 我豈能不謹慎傳說嗎 這就是第一次的奏作 變成祝福 來到這個高山上 在巴勒祭壇那裡 巴勒就跟巴勒說 你在這裡為我祝七座壇 而且要預備七隻公牛 七隻公羊 巴勒就按照他的說話 在這個建了七座的祭壇 其實是大工程 其實是大廢周章 一到山頂上 不是就這樣 隨便隨便做些事情 首先巴勒一開口 就擺出了一個大陣勢 捉七座壇 然後預備七隻牛 七隻羊 每一個祭壇上獻一隻牛 一隻羊 其實你祝七座壇也需要時間 然後還要在這個高山上 然後還要把祭生帶上去 大家要明白 上去的祭生不可以有任何瑕疵 不可以撲損 所以其實捉見巴勒 也是負代價的 很有誠意的 巴勒說什麼他都照做 如果你想想在山頂上 無緣無故要有七座壇走出來 其實真的不簡單 你還要運一些東西上去 建了七座壇 搞了大爛餐 然後還要運一些伸俗上去 然後獻祭 獻祭祭之後 巴勒就跟巴勒說 你在這裡等吧 在梵祭旁邊 我去看看姚華是否會迎見我 如果他指示什麼 我就回來告訴你 然後巴勒就上了一個正光的高處 就是離開可能跟七座祭壇 有一點距離的地方 自己一個人 去那裡面見神 尋求神 巴勒也很有趣 他一開口就說 我預備七座壇 在每座壇上獻了一隻公牛 一隻公藥 這個也很特別 人有時候很有趣 就是我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都以為神想要的是什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我是一個 如果我是一個貪錢人 我很容易會覺得神也喜歡錢 如果我是一個貪掌聲的人 虛榮的人 我可能會覺得神很喜歡這些虛榮 我們會以己之心去量度神 巴勒其實他很喜歡 他應該是很喜歡見錢開眼的人 所以他自己是可以讓巴勒來賄賂的 所以其實他做這個 搞這麼大陣仗 其實是做什麼呢 其實他也想賄賂神 他也想賄賂神 他也想賂神 神會體重這七個祭壇的份上 七個祭壇上有七隻牛 又有七隻羊 神我這個大餐 這個跟中國人扮偶像的想法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扮偶像的時候 我們會跟偶像說 靈靈性性 給我七個號碼 如果中了的話 我會做一隻燒豬 你嘗嘗 我們都覺得是可以交易的 可以收買的 可以賄賂的 巴蘭也想用這個大陣仗來收藏上帝 賄賂上帝 看看上帝會否看錯這些祭物的份上 看到這麼大的場面聽他的說話 這是人獻祭的心態 所以其實不只是巴蘭是這樣的 古往今來所有扮偶像的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也是想用一些東西 來跟神明交換 當然那些大部分都是偶像 跟神明交換 我給你這件事,你就給我什麼 我給你這件事,你就成就我的心願 所以其實巴蘭在這裡 也是用這個方法去對神 但是神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這是很特別的 巴蘭來迎見神 神果然出現 神出現當然不是因為七座壇 不是因為見到那七隻牛、七隻羊 神出現其實是因為巴蘭想就在以色列 所以神出現的時候 其實神是要把這件事翻轉 並不是因為看上那些牛 並不是因為看上那些羊 剛好肚子餓,你在這時候來的 真正 所以不是這樣的圖畫 所以從那個對話裡面你就看到了 巴蘭應該… 我們想像一下 因為聖經是文字 其實如果你把它變成電影拍出來的話 這個時候的巴蘭來到神的面前 應該是微飛色舞 就是開心得不得了的 神,你看看 七座祭壇 神,每座祭壇上也有一隻公牛 又有一隻公羊 神,神多麼豐盛 於是想去賄賂 但是神呢 有沒有理會過他呢 當他提到 在每座壇上獻了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聖經一聲就跳進第五節 要說將話傳及巴蘭 可能巴蘭也未說完 你看看,七座祭壇,每座祭壇上有一隻公牛 又有一隻公羊 可能他下一句的對白應該是 都是我和巴蘭獻給你的 這句話還未出口耳 但一張說話打斷了 即是神根本不看這些牛、羊 事實上,如果我們想賄賂上帝的話 我們會用甚麼來賄賂他呢 神跟其他偶像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甚麼 他是創天造地的那一位 那你拿甚麼來賄賂他呢 等於… 即是你拿一件東西來賄賂我 但那件東西根本就是我家的 那即是怎樣呢 你走到我家 拿到我家的花瓶,然後送給我 然後告訴我 這個花瓶何等的名貴 何等的價值連成 然後我就… 那你會期望我有甚麼反應呢 那我只能夠看著你便說 老友,你在玩甚麼 是嗎 即是上帝怎能賄賂呢 天地都是屬於祂的 所有東西都是祂創造的 有甚麼東西是稀奇到… 你可以告訴你,你沒見過的,阿神 這件事你沒見過的 七座壇,你沒見過的 七隻羊,七隻牛 何等的風性 你缺乏這件事 沒可能的 所以… 所以這個賄賂根本就… 對神來說是完全沒用的 所以神法立即轉入 神心目中所想的正題 這個正題是甚麼呢 這句說話原文的意思是… 耶和華將話放在巴蘭口中 耶和華將話放在巴蘭口中 有甚麼分別呢 那個分別就是… 如果耶和華將話放在巴蘭的話 巴蘭就傳達這個意思 但耶和華將話放在巴蘭口中 那是有一個力度的感覺 這個力度的感覺 其實意思是… 要吩咐巴蘭 你只能說這些話 不能夠加多,不能夠減少 所以神是將他的話放在巴蘭口中 是要巴蘭精準地傳遞 不能夠偷工減料 亦不能夠加鹽加醋 總之神說甚麼,你就說甚麼 神的主權顯明在巴蘭的身上 不知道巴蘭當時的表情是怎樣 如果我是巴蘭的話 這次應該是超級無敵、尷尬 是嗎 因為其實巴蘭收了… 或者還未收 總之他看到巴蘭準備要給他的東西的時候 他是一心想去就座以色列的 但是神竟然不看他的現世 我想平時巴蘭獻祭比神 都是一座壇、一隻牛、一隻羊 都已經頂籠夠了 這次他擺到這麼負這麼大的代價 當然那個代價都是在巴蘭的荷包裡拿出來的 但是擺到這麼大的震勢的時候 他以為總可以發出就座了吧 誰知道神完全不理會那些東西 神很嚴肅地將話放在巴蘭的口中 我在想如果我是巴蘭當時的情景的時候 其實也知道這個就座是無法發出的 神已經把那句話給了他 那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是 一看著如何面對巴蘭 你獅子開大口的叫人 搞了這麼大堆東西 擺上這樣的代價 然後達不成那個目標 達不成那個目標 也不僅僅是相反的 那麼我們作為打工仔就知道了 如果老闆吩咐你做這件事 你做到完全跟他相反的時候 然後你要回去公司見老闆 那麼你的心情會是怎樣呢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巴蘭的表情 有多麼難看 但是這個假先知 這裡我們拆開一點點 我也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巴蘭究竟是真先知還是假先知呢 這個問題是否很有趣 他真的聽到神的聲音 而且他聽得很精準 然後神吩咐他說的話 神把說話放在他的口中的時候 他真的不敢加鹽加醋地反應 那究竟他是不是真先知呢 而且他有能力是眾人都皆見的 如果不是巴蘭不會千里迢迢的 那就去聘請他吧 還要花這麼大的代價 他說甚麼巴蘭都聽 他等於現在打劫巴蘭 要他拿那麼多東西出來 照做的 那他是甚麼一個真先知呢 我們很容易看一個先知是真還是假 就是用他說的話 准不准來看 他准,他就是真先知了 是嗎 其實這張聖經給我們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沒錯,他很准 他真的聽到神的聲音 但是他是一個解善者 為甚麼呢 因為他心裡他的服侍是對準淺 而不是對準神 雖然他也不敢越過神 但其實他的服侍 最終目的是為了淺 這就是解善者 這是生命的問題 不是他的恩賜夠不夠明顯 他的恩賜是否有還是沒有 而是他的心態和生命 生命不行 為了錢的話 他就是解善者 所以… 好了,神的章說話放在他的口中 他就重遇巴勒和摩額的史神 這些巴勒和摩額史神真的很聽話 他們就在梵祭旁邊 凍篤棋地等巴勒回來 其實這些是大人物 是王 但是巴勒這樣吩咐他們 他們就乖乖地凍篤棋地等他回來 於是巴勒就回來了 巴勒一回來就唱歌了 我也在想一下 為甚麼他會唱歌這麼有趣 上面就是明明畫耀 說將話放在他的口中 他就選擇不是說出來 他就選擇唱出來 不知道是否因為他很喜歡唱歌 像Gino那樣 不知道是否 不過這樣唱出來 可能也是巴勒的智慧 即是… 如果你照實說出來 應該巴勒的上火程度會比較高 對嗎 那你唱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說話 一說出來的語氣就是那個語氣 你很難修飾的 你明白嗎 但是當你唱出來的時候 感覺都會軟轉一點 我不知道他用甚麼 怎樣編曲法 這些要問問琴雅牧師 可不可以把一些比較難聽的說話 唱出來的時候 感覺會容易接受一點 我覺得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可能需要一些比較高的音樂奏藝 我沒有 可能這個巴勒 除了先知之外 也有翻面上下的音樂奏藝 所以他就選擇唱出來 希望唱出來的時候 巴勒沒有那麼硬耳也不定 聽起來好聽一點 容易接受一點 那他就唱了 他唱了甚麼 他說巴勒引我出阿蘭 摩鴨王引我出東山 說來呀,為我奏助雅各 來呀,路賣以色列 頭這兩句沒甚麼問題 頭這兩句只是一個隱言 這個隱言 我想也會讓巴勒心情平靜一些 他說巴勒引我出阿蘭 阿蘭就是他自己所住的地方 摩鴨王引我出東山 這個東山其實也是兩河流域裡面的地方 摩鴨人稱那座山為東山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這個摩鴨王巴勒請我出山 真的請他出山 然後跟他說 來呀,為我奏助雅各 為我路賣以色列 雅各和以色列當然其實就是一樣的 雅各後的改名為以色列 總之就是摩鴨王請他出山 讓他來奏助 然後就進入正題了 這個正題就是神給他的說話 神會有奏助的,我焉能奏助 耀蘭會有露罵的,我焉能露罵 好,問題來了 就是… 雖然… 其實他在表達甚麼呢 雖然巴勒請他出山 想他做甚麼 但問題就是 我沒辦法越過神的命定 要說沒有奏助的,我焉能奏助 要說沒有露罵的,我焉能露罵 就是說我做所有事情都要視乎神的臉 神如果不點頭的話,我沒辦法去就座 神如果不點頭的話,我也沒辦法去露罵 他說我從高峰看他,從小山看他 這是獨居的民,不裂在萬民中 巴勒就說 我從高峰看他,從濟高點看下去的時候 從小山,從這個地方看過去 他說這是獨居的民,不裂在萬民中 甚麼是獨居的民,不裂在萬民中 即是這個民跟萬民有所分別的 其實意思就是說 這個民是分別為成的 不裂在萬民之中 他們是不一樣的 他們是分別為成的 為甚麼他們會不一樣呢 為甚麼他們會分別為成呢 因為他們是神所帶出來的 有神在他們當中 所以他們是一個不一樣的民 事實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以色列的確跟萬民有一個極大的分別 萬民之中有哪一個民族 他們的立國是因為神出於神呢 是不是? 以色列的立國是很特別的 他們本來就是由沒有民族,沒有國的 後來更加在埃及裡面成為了奴隸 更加沒有國 國距離他們是十萬八千里那麼遙遠的 即是國根本跟他們是怎樣都扯不上關係 但是今天為甚麼他們會來到曠野呢 今天為甚麼他們會住在這個地方呢 是因為神將他們從維勞之家提升 然後將他們帶出來 讓他們昂然闊步地離開埃及 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神要繼續帶領他們進入迦南之地 然後為他們立國,他們成為一國 其實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突然之間從一群的奴隸變成了一個國道 所以他們跟萬民是不一樣的 他們不列在萬民當中 他們是獨居的民 跟其他的國好像沒有拉能一樣 神將他們分別出來 所以他們是一個這麼特別的國道 這個特別是因神而來的 所以這就是巴蘭所說的 因為這樣,他說誰可以數點雅各的塵土 誰可以計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 誰能夠數點雅各的塵土 其實就是等於重新提起 神給阿伯拉克的應許 就是他的子孫要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的眾多 如同塵土一樣不計其數 所以這個文是一定會增長 一定會發旺的 這就是神給他的命定 巴蘭也看到這件事 他說誰可以數點雅各的塵土 誰可以計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他一定會強盛 所以這當然不是一個奏座 而是一個祝福 而這個祝福其實是回到阿伯拉罕的根源 神要讓他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的眾多 也回到創世的時候 神給人的祝福就是生養眾多,偏滿全地 所以這其實是神給人的第一個祝福 也是神給阿伯拉罕最基礎的祝福 巴蘭一開口就重提這個祝福 其實就是重新的確立這個祝福 在以色列的身上 神沒有忘記 神沒有忘記阿伯拉罕之藥 在這個阿伯拉罕之藥之下 以色列一定蒙福 他要生養眾多,偏滿全地 好像塵沙一樣,沒有人可以數得過來 巴蘭接著就說 我願如異人之死而死 我願如異人之忠而忠 這兩句話其實異人所指的 就是這群分別為聖 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成為異人 是因為他們屬於神,被分別出來 這就是他們的異人 不是他們的行為 不是他們做了些甚麼 而是因為神挑選他們 因為神的恩典和拯救 所以巴蘭就說 因為異人所指的就是以色列 所以巴蘭就說 我願如異人之死而死 如異人之忠而忠 意思就是我寧願跟他們一樣 如果我要死 我也希望死在他們的堆裡 這就是巴蘭這首歌 最後的結尾的兩句話 當然了 這個出錢又出力 想著可以奏助以色列的死敵 巴蘭一聽的時候 馬上就跟巴蘭說 你向我做的是甚麼事 你做甚麼 是嗎 可能巴蘭這時候終於七情相面 我連青筋也印了 你做甚麼 我領你來奏助我的仇敵 仇敵 不撩 你竟為他們祝福 連巴蘭也看得出 喂 這個哪裡像奏助 我付錢 你現在付錢是買A的 你現在付B的 完全不像樣子 完全不是那回事 你不遷咒了他 也罵兩句吧 我想巴蘭在這時候 應該是非常感激 你竟然為他們祝福 巴蘭回答 他說 要傳給我的話 我能不謹慎傳說嗎 所以其實當巴蘭回答的時候 就是告訴他 巴蘭可能在這時候 很無可樂地跟他說 沒有辦法 這些是神的話 不是我不想奏助他 而是神要祝福他 神要祝福他 我怎麼奏助他 奏助不了 不成功 基本上其實巴蘭等於跟巴蘭說 我們這一壇 那七座壇失敗了 起不成功 做不到那個效果 做不到那個效果 但巴蘭不死心 所以就有下半段 我們看十三節到二十六節 巴蘭說 求你和我往別處去 在哪裏我可以看見他們 你不能全看見 只能看見他們邊界上的人 在哪裏你要為我奏助他們 於是 領巴蘭到了所非田 上了比斯加山頂 足了七座壇 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巴蘭對巴勒說 你站在這帆祭旁邊 讓我往哪裏去迎見耶穫華 耶穫華臨到巴蘭那裏 將話傳給他 又說 你回到巴蘭那裏要如此如此說 他就回到巴蘭那裏 見他站在帆祭旁邊 摩押的屎臣也和他再一處 巴蘭問他說 耶穫華說了什麼話呢 巴蘭就提斯歌說 巴蘭你起來聽 西貝的兒子你聽我言 神非人必不自說方 也非人子必不自後悔 他說話起不照著行呢 他發現起不要成就呢 我奉命祝福 神也曾賜福 此事我不能翻轉 他未見雅各中有罪孽 未見以色列中有奸惡 耶穫華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歡呼黃的聲音在他們中間 神領他們出埃及 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 斷沒有法術可以害雅各 也沒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現在必有人論及雅各 就是論及以色列說 神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 者民起來彷彿武師 挺身好象公私 未曾吃飾 未曾喝避傷者之血 決不堂我 巴勒對巴蘭說 你一點不要就座他們 也不要為他們祝福 巴勒回答說 我豈不是告訴你 范耶華所說的 我必須遵行嗎 巴勒對巴蘭說 來吧 領你到往別處去 或者神喜歡你在哪裏為我就座他們 巴勒就領巴蘭下到望野的比爾山頂上 巴勒對巴勒說 你再者裏為我祝七座壇 又再者裏為我預備七隻公牛 七隻公羊 巴勒就照巴蘭的華行 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牛一隻公羊 第二次 這個第二次怎麼來的呢 就是巴勒說 求你和我去另一個地方 可能在那裏可以看見他們 雖然看不完 但你會看到他們邊界上的人 你就在那裏為我奏助他們 所以就帶他去另一個地方 為何會這樣做 我相信大家讀這段聖經時 也會有一個迷惘 就是巴勒也挺堅持的 明明咒座已經變成祝福了 你拖巴蘭去另一個地方 難道又可以改變了嗎 事實上他們真的這樣想 我們再看下去就知道 其實巴蘭在那裏獻祭等等 其實當他想去咒座的時候 其實這個行動是一個巫術 其實是想求法術 想啟動一個巫術來攻擊以色列 幸無稅的人都知道 有時候會不成功的 這也讓我想起 以前我們還在《不過碼頭》的年代 那時候我還在做青年木區 有一次有個年青人 她的妹妹還是不記得 就是家人 還未相信主 她就在我們當中 她信了主 結了一字 在我們當中 有一天她知道 她的妹妹要跟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帶她的妹妹 去一些道場玩神打 經歷這些東西 她就很擔心 她說那怎麼辦 一直都想跟她傳福音 她還未相信 現在還越搞越偏離 那時候我們就告訴她 不要緊 我們要祈禱 我們要相信 我們的神是那個自大 我們就跟她一起祈禱 然後她回到家 第二天回來告訴我們 我們也問她 那你妹妹怎麼樣 她說很好笑 我說什麼 然後她說 我們在這裡祈禱 她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那個道壇的負責人 就說你回家 今天我們不成功 他們就離開 她說什麼都沒有經歷過 她就回來了 當然了 她姐姐就跟她說 我們在這裡大力為你祈禱 所以你看不看到 然後她的妹妹就跟她回教會 後來也在我們當中厥自信主 所以這些做邪術的人 他們都會知道 他們的壇不是經常都可以成功起出來 不是每次都可以應驗 所以巴勒也應該很有經驗 所以這個壇不行 換個地方 再來一次 他們希望再來一次是可以的 其實巴勒心裡也知道 他知道以色列人厲害 所以他才會找巴勒來奏助他們 所以他能夠接受 就是不要這麼簡單 這一次不成功 不要緊,再試 其實他也知道 要讓巴勒去奏助以色列 其實是有逆天而行的感覺 但是他不認輸 就是要試試逆天而行 因為真刀真槍應該不夠打了 他也知道以色列文的厲害 因為聽聞 埃及這麼強盛 他們可以從埃及出來 巴山王、鄂、西弘這兩個巨人之王 都被他們掠了 所以他知道是不簡單的 所以他不死心 就跟巴勒說 求你跟我去別處 再試試 去另一個地方再建個壇 去一些更邪惡的地方 去一些黑暗的拳石 更強的地方 說不定可以蓋過神的保護 所以他要再試 所以就引起他帶著巴勒 去比斯加的山頂 同樣的動作再做一次 我自己裡面相信 每次巴勒帶巴勒去另一個地方 應該是一個地方比一個地方更邪惡 這次不行 我引動一個更大的邪術的權勢 希望可以成功 所以這次就拘捕他到這個地方 巴勒就吩咐做同樣的事 又來七座壇 七隻公牛、七隻公羊 然後同樣的就叫巴勒 你們站在祭壇旁邊 等我去迎見耶穫華 當然,神再一次把話傳給他 即是再一次把說話放在他的口中 叫他不能夠說好說大 然後再回到巴勒 他又唱起另一首詩歌 這首詩歌的內容就是 巴勒,喜來聽 西貝的義子,你聽我言 即是叫他聽 聽甚麼呢 神非人,必不自說謊 也非人子,必不自後悔 他說話起不照著行 他發言起不要成就 即是這幾句說話的意思就是 神則是神 神不是人 人做了一個決定,會推翻 人說了的話,有機會不算數 因為人所看的東西有限 我們以為對的事情 時間一內可能證明是錯的 所以我們所說的說話未必算數 我們要做的事情也未必做得到 但是神不是這樣的 神是永恆的神 他看見事情的起始 看見事情的終局 所以他所說出來的說話 怎麼會改變呢 他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得到 因為他是看著結局來做今天 你明白嗎?神是超越時空的 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事情沒有開始 沒有結束 所有事情好像在同一個點發生 等於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知道 下一期六合彩的六個號碼的時候 你怎麼會買錯呢 或者是考試一樣 你知道那份試卷的答案已經在你手上 那你怎麼會答錯呢 怎麼會不一百分呢 所以神非人 他所說的說話是不會後悔的 他所說要做的事情是一定做得成的 所以巴蘭就說 我奉命祝福 神也自己去恥福 他說這件事情 我不能翻轉 沒辦法可以翻轉 沒辦法可以倒轉神要做的事情 神已經要祝福的時候 這個祝福永不收回 神已經賜一下祝福的時候 誰都不能逆轉 巴蘭說 我也沒辦法逆轉 所以我相信 就算這個時候 巴蘭勉強用他的言語發出咒作的話 那個咒作也要落空 不過事實上 連想發出咒作的能力也沒有 為甚麼呢 你想想 神可以讓那隻爐仔也開口說話 所以其實說話也在神的手中 巴蘭根本沒有辦法可以越過這個能力 巴蘭的能力就在他的口中 但是他的口中的能力是出於神 所以神也掌管他的口中 他根本說不出任何咒作的話 但是最特別的是甚麼呢 就是21節到24節 他說 這個他當然指的是神 他未見瓦國中有罪孽 未見以色列中有奸惡 而我說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歡呼王的聲音在他們中間 為甚麼巴蘭沒有辦法向以色列發出咒作呢 因為神未見瓦國中有罪孽 神未見以色列中有奸惡 所以神拒絕咒在以色列 但問題是我們也知道 雅各是否真的沒有罪孽 以色列是否真的沒有奸惡 不久在幾章之前 他們才發怨言 然後又有火蛇 又死了一堆人 經常埋怨 後來又說食物很糧薄 然後攻擊摩西 攻擊完之後以色列人自己跪著 就說我們有罪了 我們得罪了神 我們又得罪了你 那麼他們有沒有罪呢 肯肯有 他們自己也自知有罪 我們看了這麼久也知道有罪 但是神說我不見 神真的挺失憶的 我不見 是吧? 為甚麼呢? 神不見 這就是神 當這些罪被對付 當這些罪來到神的面前認罪的時候 神一筆勾銷到一個地步 他完全不記得 因為前面的二十一章 以色列人終於勝過他們的破口 勝過他們的埋怨 他們是讚美 他們是感恩 雖然路難行 但是他們的井牙湧出水來 他們向神獻上極大的感恩 在這個感恩讚美當中 神將他們的罪一筆勾銷 在這個情況下 神看不見他們有任何的罪 彷彿這些罪沒有出現過一樣 也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的以色列 是他們最強盛的時候 因為沒有破口 所以在這個沒有破口的情況下 巴蘭想奏坐 奏坐不了 神說我看不到他有任何錯 為甚麼要奏坐 不准 那就不准了 那就沒有東西可以攻擊以色列 所以他說 耶穫說他的神和他同在 神在他們當中 有歡呼黃的聲音在他們中間 在這個時候以色列 以神為他們的王 所以 這些時候坐 根本沒有辦法進入以色列當中 神領他們出埃及 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 所以因為他們以神為王 神的能力就成為他們的能力 神的幫助就成為他們的幫助 有這樣的神的同在在當中的時候 甚麼可以勝過他們 所以 段沒有任何法術可以害牙蓋 也沒有任何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原來只要他們沒有破口的話 邪術是攻不進的 武術是進不來的 這就是這張聖經給我們看到的 神為他們行的是何等的大事 所以他說這群文 這群人 他們好像武師一樣 好像公司挺身一樣 食物未曾飲血 血不肚餓 誰可以碰他們呢 他們好像沙漠中的獅子一樣 萬獸之王 所有的動物看到獅子都要退避 他們是沙漠最強 所以在這個抗野裡面 等於以色列就像抗野的獅子一樣 抗野最強 誰可以碰他呢 巨人也不是他的手腳 這就是因為在這個時候 以色列毫無破口 他們分別為聖 貴於神 大家都對齊仰望神 神就是他們的力量 神就是他們的保護 神就是他們的王 所以有誰可以碰這群人 有誰可以咒了 答案是沒有 因為神已經定義 神就在他們當中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好像這些抗野中的以色列一樣 我們的生命是沒有破口的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任何的禍患 任何的攻擊 因為沒有任何的法術 沒有任何的邪術 可以攻擊神所保護的民 Amen 主我們要讚美你 我們要獻送我們的讚美仔給你 因為你就是那個由我們蒙福的全 讚美主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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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名字全定何其美 你心事光大 憐憫不可絕 你慈愛永遠戰爭 讓我們獻送我們 讚美主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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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美主神明 化非神明 高雅舟必永留在這裡 賺美出生命 賺美出生命 你命在全地合起 沒你心事管的 你心事管的 憐憫不斷絕 你一次愛永遠成全 讓我們現身贊美心 合意情擺在愛裡 不凡事對在你殿中萬物大喜倫 讓我們說說你很甜 贊美進入你的圓 神的高雅舟必永留在這裡 讓我們現身贊美心 合意情擺在愛裡 不凡事對在你殿中萬物大喜倫 讓我們說說你很甜 贊美進入你的圓 神的高雅舟必永留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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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們要讚美你 我们要听受你的话语 我们要真心你的律力 我们要经受你的诫命 主我们要清醒爱你 我们要听受你的话语 我们要真心你的律力 我们要经受你的诫命 主我们要清醒爱你 耶和华我的生 守约是慈爱 踏尺地步 直到千代万代 耶和华我的生 恩典是灵命 但是我梦复 神国万民 我们要听受你的话语 我们要真心你的律力 我们要清守你的诫命 祝我们要清醒爱你 耶和华我的生 守约是慈爱 祂赐地步 直到千代万代 耶和华我的生 恩典是愿命 祂赐地步 祂赐地步 神国万民 祂赐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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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 611 我们愿意 乎手 祂赐地步 神怠着,祂赐地步 曲替 神应该 eli7月 原來我們只要做一個決定 神,我和你站在一旁 神就說我親自管教 我親自賜福 世界再多咒座的聲音 我都要把這些咒座變成祝福 我都要擊殺所有的咒座 把咒座變成祝福 在降臨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開聲 我們開聲和神來感恩 我們開聲和神一次立志 是的,主要我知道自己不可愛 我知道自己有各樣的問題 大神,我今天願意在你面前 我悔改,我回轉 我只依靠你 所有仇敵的攻擊都不能捱近我 因為我與你同在 你與我同在 好嗎?我來開聲 開聲來到我 向神讚美 也開聲和神立志 我叫你來叮喪 兩經月以後 特別忙要 Walk of God 我勞動立志 祢就是這樣保護我們 主,原來在祢的眼中 原來當我們願意悔改 當我們迴轉的時候 原來在祢的眼中 祢真的見不到我們的罪孽 並且祢親自地 為我們擊退所有的走座 所有的攻擊 讓祝福淪到我們的生命裡 主,我們多謝賺美祢 主,我們今天就更加要在這裡 為祢做一次的納子 是呀,主呀 讓我的心堅定在祢的裡面 堅定在祢的裡面 不再是在世界當中 不再在一些黑暗的裡面 卻是堅定在祢的當中 因為原來只要我們跟著祢 神呀,再多的艱難 再多的咒作都會變成祝福 主呀,讓我今天就在祢的裡面堅定 主呀,讓我們的教會 今天就在祢裡面堅定 我們就單單只做祢要我們做的事情 所有一切的爛了攻擊 主呀,祢自然為我們退去 是呀,讓我們堅定在祢的當中 堅定在祢的當中 尋求祢,再尋求祢 祝我們感謝讚美祢 聽我們的託告 託告奉著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義求 阿明,弟兄、姊妹,我們可以請坐 今天這張,神很特別 明明有兩次的咒作 但神也可以用同一把口 明明咒了你人的口 將它變成祝福 但今天當我一直聽的時候 我反而在看著巴勒 不是巴蘭,巴勒 我在想,巴勒真是傻 巴勒已經說得很清楚 阿神挺禁忌的 要怎樣祝福以色列 我在想,如果我是巴勒的時候 可能我在心裡很疾到以色列 我也很擔憂自己會被搞定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做呢 看到巴勒這兩個的祝福 不是,咒作也變成祝福的時候 我要怎樣做呢 我在台下,我在想的時候 如果我是巴勒的時候 我很簡單 我用甚麼花重金請巴勒 去咒作以色列 我跟神站在一起就行了 我立刻氣喊投降 跟神說,是有這些祭獻給你 我的國願意歸在你的裡面 我願意悔改 我可不可以跟以色列成為兄弟 那我就可以祝福 入職以色列 我可以成為祝福 我可不可以跟你強強聯手 這樣 我覺得今天 都是我們的提醒 會否在我們的生命裡 我們也會覺得是眼紅人 甚至因為眼紅 而我們會去找對家的錯處 跟神說 其實神,為何你這麼祝福我 其實我們會說,是甚麼 但我們忘記了真正祝福的源頭 就像巴勒 忘記了真正祝福的源頭 今天神同樣問我們 我們是捉住未來 我們是捉住未來 我們是否真實地捉住 這個賜福的源頭 我們是否真的跟神聯手 我們是否只看神給我的祈求 我要Dore Mi Fa So 你要給我Dore Mi Fa So 聽說,我真是視神為神 以神為神 我的決定 我的取消 我做的所有事 我是否都以神為神 包括甚麼呢 這裡有說 其實在神的裡面 神是否真的視以色列無罪呢 剛剛牧師也說得很清楚 前幾張才打完屁股 但是以色列怎樣視神為神呢 就是神的管教 我都交在神的手裡面 管教 我都交在神的手裡面 我自己不發聲 我自己不抱怨 我就是單單跟在神的裡面 所有東西我都交在神的手裡面 我都聽從神 原來這一個就是生命 剛剛牧師在問 巴蘭是否一個真先知 他一定是一個 有恩子無生命的人 生命 原來一份屬神的生命 是使我們蒙福 真真正正用生命來跟從神 才是蒙福 好嗎? 所以我們要開聲 開聲為我們自己的生命來祷告 開聲 我們不要像巴蘭一樣 很多恩賜 但是沒有生命結果 不是跟神聯手 他是成為神的對手 巴蘭的結果在後面有說過 巴蘭就更加傻 明明已經說明給你聽 神就是要這樣祝福 我就跟神聯手 我為何還要做這麼多事 好嗎? 我們開聲 開聲為自己的祷告 神讓我跟祢聯手 特別是我們知道的 我們已經有事 其實是在得罪神 已經心裡有事 跟神有距離 可能在一些 艱難的事 我們不明白 我們跟神有嚴詭 可能是一些 忿忿不平的事 不明白 跟神有嚴詭 可能因為世俗的情慾 讓我不明白 為何我沒有人這麼多 跟神有嚴詭 好嗎? 我們今天就為這些嚴詭 來祈禱 神啊,我不要 神啊,可能我生命中 有很多的不明白 有很多的抱怨 好像以色列人一樣 早幾章都在這裡抱怨 讓我跟祢疏離 但是神啊,今天 讓我們再一次地認定你 原來認定你這麼好的 原來認定你是很被保護的 原來認定你是不需要再搞其他事情的 就單單認定你 所有的難關 所有的攻擊 你自然替我們擋了 主要讓我認定你 認定你 認定你的生命 認定你的管教 認定你是我生命所做的事 讓我真的開聲跟你說 主要我的好處不在你而外 從而我現在的境況如何 我都認定你 我都不抱怨 我都不懷疑 就是這樣認定你 我就是這樣認定你 認定你 开声 开声和神祷告 特别是圣灵这一刻提醒你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一刻 什么让你和神有严厉的 我们都开声和神说 有什么不明白的 为什么神啊 你要把这些东西 加到我的身上 我们都开声和神说 求圣灵 帮我们用祷告来 堵住这些破口 好叫我们的生命 单单对准神 福在神的里面 圣灵求你光照我们 求你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这一刻有什么 正是阻隔我和神的关系 有什么让我没有办法 完全的整个全人的 依靠在神的里面 以至这些破口 让仇敌可以攻击入来 大神啊 今天你透过文素记 再一次跟我说 主啊 我只要和你的生命对齐 所有的攻击 就自然退去 主啊 让我的眼目不是定睁在攻击里面 受烦在攻击里面 而是修补我和你的关系 主啊 我是不是信心软弱呢 圣灵你提醒我 主啊 我是不是恐惧呢 圣灵啊 你提醒我 主啊 我是不是有抱怨呢 圣灵啊 你提醒我 主啊 我是不是信不过你呢 圣灵啊 你提醒我 让我今天就用祷告 堵住这些破口 让我今天就用行动来回住 圣灵 胜过这些破口 以致我和你的关系再一次修补 神啊 你就要将所有的攻击 完全的止息 完全的止息 主啊 帮我们啊 那个真实的 完全属于你的生命的一个生活 主啊 帮我们 听我们的吐告 对吗 弟兄姊妹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 接下来我们会去嘉莲华 好消息的是 说得我好 好消息的是原来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要过四个部门 但是我们前天才知道原来是要过十个部门 我们说幸运 不要让我们知道要过十个部门 不然我们就一定恨太不早了 一直不知为什么 族长Alice就说四个 原来他说四个最难过 感谢主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八个部门了 其余的两个部门 就是口头其实都已经叫OK的了 就是叫批的 只是封信未到而已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有神帮助的我们 有谁可以敌党我们 其实是没有的 就像以色列那样 一直看下去的时候 其实这帮以色列人都是傻猪猪 他现在应该在营地里 都是学快乐的 他都不知道八难就在 他都不知道神已经拦掉了所有东西 我觉得我们的身内 仿佛都是这样的 神要做好,做一做 好难吗?不是,做一做 接着神就 所有的攻击都拦截 所有的门都打开 但是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不用祷告呢? 当然不是 今天神都提醒我们 要的…原来也有难助的 那么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围着我们的嘉年华 嘉年华其实在这个窗口下面而已 很近的,在这里下面而已 我们举手为对嘉年华祷告 我们祈祷那两个部门的信要快快收到 并且我们搞的时候 当中的居民不要投诉我们 就是噪音 可能你后期开门就已经超标 姨妈一开门就超标 但我们祈祷阿神封住这些所有的 所有的投诉 所以要我们停止嘉年华的声音 这些我们声称就座的声音 都不能够遇到这个嘉年华 阻止嘉年华,好吗? 受敌的攻击,其实这个地区的权势不少 但我们祈祷 受敌的攻击,受敌的咒作不能临到 还要变成祝福 可能受敌正咒作我们的人流少 就要反过来祝福我们的人流多,对吗? 可能受敌在咒作我们不得福 我们就要得罪这份祝福 所有来到的都要大大蒙福 好吗?我们现在来开声祝福 开声祝福我们的嘉年华 要顺利 我们要…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还有人来到就要大蒙祝福 也要祝福我们的义工 身体也要非常好 同工的身体也非常好 可以完全去养到嘉年华 可以很顺利地举行 好吗?你开声祝福 主啊,主啊,你是大力的主 有你是帮助我们的 有谁能够攻击我们 有谁能够抵挡我们 主啊,我们宣告嘉年华 要完全的大成功 在这里的居民 见到进入嘉年华的时候 他们就要蒙福 他们就要得着神的祝福 并且这个嘉年华 要很多很多很多人来到 并且是顺利的 一点的投诉都没有 甚至有呼声要我们 要不停在当中要去做 要去祝福这个社区 主啊,求你的祝福 就大大临到嘉年华的里面 主啊,你亦都赐福 通过这些申请的各部门 主啊,因为他们为你的教会开门 为你的电开门 主啊,你的祝福都要临到这些各个政府部门里面 主啊,多谢赞美你 可否接下来为我们的舞堂祷告 其实最近舞堂也不容易 也会有很多 其实一直的 611被外界有声音说 基本上就是没有断过 但可否我们一起为舞堂祷告 所有的这些声音 这些攻击都要止住 就好像今天的信息一样 所有的攻击都要变成祝福 也都所有的攻击都要自住 可否我们开门为我们的舞堂祷告 主啊,我们为了拿一大家庭向你祷告 神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只是人 我们也有很多的不完美 我们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甚至做错的地方 但是神啊,你的管教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直都对齐你 主啊,就求你亲自止住所有的攻击 所有受敌的攻击的声音 不再攻击611的大家庭 不再攻击舞堂 不再攻击牧师师母 主啊,你让所有周座的声音化为祝福 主啊,你看见我们跟随你的心 你看见我们牧羊的心 主啊,这些你都知道 主啊,就求你的手亲自的保护 亲自的保护 临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我们多谢赞美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以求 Amen 文素记二十三章 二十一节二十三节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未见以色列中有奸岳 也会说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欢呼黄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端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 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愿这句话成为你和我属灵里面的真实 在神的眼中 未见我们有罪孽 有奸岳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以神为我们的王 有欢呼神的声音在我们中间 就断没有任何法术可以害我们 也没有任何占卜可以害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紧紧地与你来对齐 主啊,当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的人生以你为王的时候 主啊,你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你就是我们的火牆 你就是我们的盾牌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保护 有你在我们当中 没有任何法术 没有任何占卜 可以靠近、可以害我们 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 完全的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亦向你来宣告 我们愿意跟从 主啊,随去我们当中一切的埋怨 随去我们当中一切的烦躁 我们单单地来向你牵上感恩的祭 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 被高举,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显为大 让世人都认识你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早神讨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